同样受到国际关注的史诺登泄密案 整个发展到现在是扑朔迷离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 6月13号的时候说 史诺登泄密案正在让反恐工作变得更艰难 而史诺登潜逃香港 幕后的真相需要彻底的调查 目前委员会正在跟美国情报机构合作调查 史诺登跟中共的可能关系 下面的新闻带您一块去了解 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 和委员会自身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 达奇鲁伯斯伯格 13号在与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 举行了三小时的闭门会谈 罗杰斯会后暗示 史诺登可能与中共合作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 史诺登不仅伤害了美国反恐和国家安全 而且妨碍美国向中共施压 中共会利用这一事件做宣传 掩盖其利用网络窃取美国机密的行为 那美国政府呢不管怎样 它是以反恐的名义是吧 那它和中国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呢它是反镇压的 主要是针对老百姓 林静监视计划被媒体披露之后 29岁的歇密者史诺登 在上个月逃到香港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 他们希望知道更多他的动机 以及他的联系方式 他在哪里如何维生 中共在充分配合吗 史诺登叛逃到香港 是否跟中共有任何关系 罗杰斯还表示 电话记录监控计划 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对搜索嫌犯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而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 也在13号证实 林静计划阻止了2009年 针对纽约地铁系统的恐怖攻击 我 gave an approximate number to them in a classified but it's dozens of terrorist events that these have helped prevent the highest priority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to understand and to combat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but we do so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we recognize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expects the FBI and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protect privacy interests 6月14号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和五角大楼参谋长 杰瑞米·巴雪告诉媒体 史诺登叛逃到中国 甚至与中共官员合作 是美国官员最关心的问题 而日前爆料的史诺登 现在仍然滞留在香港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 应该要找到 史诺登出席的相关会议 决定事件的处理办法 外界普遍认为 这次的事件背景复杂 香港当局很难独立解决 中共在背后过瘾床床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MING PAO TORONTO